金門的金 響亮的小金響 這樣再來 秀魯子 來 讓你說一下 待會兒我們不客人說 我才沒有坐牆 這樣看 這是唯一 要代表說的嗎 沒關係 要客人 不要客人就什麼 有了 不然我就不客人不客人 唯一已經要說了 要說就要有聲音 好 這樣沒關係 我們有誰來講 現在許可到這邊 我們三個問題一個來 第一個現在台南縣市免費 台南市市好像採計車收費的半價做處理 我們現在有的部分收費 有的部分沒有收費 這個問題現在要怎麼解決 謝謝王議員 跟我們各位生長團體的夥伴 來發現我們這個議題 實際上我們目前的收費 確實是還沒有整合 確實就是還在整合中 其實我們從合併之後 就一直在對於它的成本的部分 再去做一些精算 其實現在也在簽 也在於行政的作業流程 實際上就是說 台南縣原來台南縣部分 是去年開始不收費 那台南市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在 算是當作我們的區域比較小 所以我們來的 是用比較簡便的算法 那未來我們的整個方案 實際上就是以台基層 收費率的三分之一計價 所以原來台南縣範圍 也要開始要收費 那你們這個方案 會不會我以後再跟你講 我再跟你講 現在台南市的情形 就是一個 台南市有兩種制度 我沒有解釋 那對台南 那是同務須資的部分 我們就是現在已經整合了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台南無關它有成本 台南無關在哪裡 你要台南外面擠啊 繼續賠我錢 他還是要成本啊 繼續用稅金來補貼嘛 台南企業身心障礙 只要使用富康巴士 變成還是要小搬家 那一個報告 因為我們當初台南市的部分 是有一個自治條例 所以我們那個是有公告繼續使用 所以還是要依會法律實條例 所以公告繼續使用 誰做這個決定是要負責的 因為明明知道 兩線是要合併 兩邊的制度不一樣 就這邊公告繼續使用 要收錢 那邊繼續就不收錢 然後合併之後呢 才繼續收錢三分之一 你這個人來以為會過我修理啦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你們怎麼會合併半年多了 這事情還存在繼續這樣子 一直在努力中 努力我們看不到啊 因為付錢的不是你們 付錢的是百姓啊 人家的交集 我來當北北台南市的市民 我住生娘到我住黨夫 一個不用錢一個要錢 然後半年來的事情都沒解決 這怎麼叫有努力呢 那你們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我們現在就已經在現場 什麼時候 現在在行政的作業 行政的作業我們不管嘛 別人知道你作業要多久嘛 你什麼時候會頂出一個方案出來 我們現在你的方案 就在商品成果中 所以謙準做 就是跟原來管大的 110萬台南縣民工 你也要收錢 9萬 我們的深藏人口 沒有啦 那邊的市民有110萬人 但是因為復康巴士他只有生長成事 你因為生長成事會逐年低減 沒有在新的人嘛 沒有 不過我剛剛說 正觀念都不對啦 福利向下修正有他向下修正有困難 那你現在變成把關來當官的不用錢 提高到三分之一 台南市的本來收費 好像都降到三分之一 他還是要收費 所以你原來一國兩制的問題 本來有交集的人 從來沒有想到免費的服務 本來都要交集的 因為跟你們嫁娶之後 嫁娶的男生病都要交集 不過因為這個可能 我想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以目前其他市都來說 也都有收費 那即使我們的收費 所以其他市都有的福利 我們也要有嘛 應該是說 所以你不要拿那個糖栽物 我們有心的福利發 你如果說其他市都有收費 我們說有人想想 其他市都包含所有的公民 人家也有 沒有 你就不要說這些 他也是對地收沒有免費 如果富康巴士 原來台南市的財政比台南市 還要困難就可以免費 現在限制合併之後 變成限制合併之後 都要收三分之一 而且現在是一國兩制 一世兩制 你以後有其他市都也在收費 很好啊 我們就收錢 但其他市都有的福利 我們也通通到電 我們都有在總連增加我們的方案 也沒有新的方案 這方案 那我把它福利給列出來 你代表社會局同意 通通照片就對了 如果財主願意給我們 不要打官槍 再冠了 人家要保護 有誰團體 你很棒啊 但是這些人需要服務的 你們都只在計算成本 考慮你們的方便 你要考慮到人家 所以你們要收費方案 來跟你們訂出來 我們就看這個社會怎麼反應 第二個 七天要必訂 就是要必訂 七天後 我才能訂 就是我現在先訂 我才能七天後使用負床巴士 那對臨時突發犯況怎麼辦 那個我們都會有彈性的做法 我們不是做不間 什麼彈性做法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 因為要先尊重已經有預約的人 那對於說那個臨時的車趟 我們會以我們的車班 他可能會有控檔的部分 再去做一些調整 因為要 如果說 因為這個制度 就是說 還是要有一個制度 否則 大家都要 我這台車是 你貴車嗎 不是他 你不是賀泰森嗎 不是他 你車場那邊 你知道嗎 富汗巴士有控檔的機會多不多 基本上 基本上應該是說 因為明治那邊 他的區域比較大 所以他出車出去 就沒有 對 他就沒有辦法上回到派車中心 那在這個中間 如果說有短程的 我們可以插進去 我們都會 所以可以接受 臨時突發的狀況 只要車程派的出發 對 那是都沒有問題 這剛剛邱先生在講這個問題 其實臨時派車我們都 那我們具體 臨時短程派的 過去半年派的幾次 這個部分 沒有7K必定的 萬里比起同低得 目前手上沒有訴求 抱歉 有沒有過 有啊 那他們以前是 在水車他們應該也做事 有臨時派車嗎 臨時派車 臨時派車通常是甚麼錢 酒衣嗎 因為 緊急送 原來應該是說 台南家免費部分 就是維持在救護 那我們比較多 郭鑫蒿什麼事派車 一般對我們有 禮拜天這樣 假日都不在啊 我們都沒有財獄 包括晚上現在晚上沒有 總管沒有財獄 有 有 有 我們現在假日公國沒有服務 總管沒有財獄 我們共有 在於任性的我們的服務區 是假日跟夜間 都是財獄跟服務 總管沒有財獄 那你講這個服務區 是什麼時候訂出來的 這個在7月份就簽着 我們宣導已經一二月了 現在是八月了嘛 所以這是三個月的事情 所以你應該不會贏過幾個禮拜 我們也太清楚了 回去試看看 試會先 我們今天在這裡就知道 所以現在是禮拜六禮拜天才預約服務 那禮拜六禮拜天如果意外突發狀況的話在不在 這個很沒辦法 就沒辦法在 因為假日我們的行政人員是沒有上班的 是在unfo 所以禮拜六禮拜天只接受預約 這個跟其他事項都一樣 把女兒講其他事項都可以接受 以後我們社會局編的每一筆福利都要跟事項一樣 要不然就不要 不然就說我跟人一樣 好就說我們財政困難 不要這樣子 這樣等一步進步 我現在要問你的是 一到五你們可以接受臨時的 只要排得出來 六禮拜天是因為行政人員沒有上班 所以採取預約 因為記者會寫所以我們把它講清楚來 好慘 身心障礙沒有了解 因為我們這個都有發新文稿 就是也都有公告的 這個預約 這個除了新聞稿以外 立討馬共 真正需要服務的六萬人 或者十萬人 假設十萬人 其實他們不一定會看到你的新聞稿 或新聞 透過禮幹事系統 讓他們知道一下你不錯 第三個 以許豐明這個個案來講 就通常都不在他了 他有預約喔 為什麼不在 首先 這個部分可能社會局這邊要比較 跟議員這邊跟我們的先進做報告 就是說 其實富康巴士它本身的配置 就是大家看得到是 它的內戶車體是這個樣子 其實在如果說在固定的部分 確實是比較沒有辦法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一般救護車 它可以上單駕床 跟一般這種這種病床的 它是需要軌道的 所以如果設了這個軌道之後 我們這些輪椅組統統不能上去 也是有這樣的 那為什麼他可以做了一年十個月 那過去一年十個月怎麼在 剛剛許先生有提到 過去我們有用比較特殊的方式 給他做服務 哪有叫做一般平常 那因為現在剛議員有提到 因為我們現在小客車也在宣長做這個 這個固定 這個後座的乘客要做固定 那實際上他在這個車上 是沒有辦法做 用我們的那個軌引的固定 我真理一下你的講法 因為後面沒有固定的設備 所以我就不能去 不能塞它了 理由是這個嗎 安全考慮 安全考慮 為什麼會不安全 就因為沒有固定的設備 是 所以我就決心不服務它了 你現在把我控告一下 其實沒有議員 我想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基本上福康發釋 它就是以服務可以做了你的 你在其他的縣市來說 它也有規定 如果是 你要講其他縣市 那過去一年四個月的服務 剩逃者咧 我們是很用心在服務 那時候科長也是你 是 那時候可以載為什麼一年四個月 我們不能載 就是服務的一段時間發現說這個實際上 實務上是有困難的 有什麼困難 那其實 一年四個月才發現有困難 許先生他講的問題 我們也都有去跟他做說明 所以不是一句話說不能載你就不載 這部分可能還是要做 結論就是 這樣的case 我不是講許先生你的 這樣的case我們就不載了 我們沒有辦法載 這部分 所以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 因為沒辦法固定 所以安全考驗 我就不會跟你服務了 是因為這樣子嗎 是 那你為什麼不提升你的設備 讓你變成可以固定呢 對 所以我剛剛就有報告說 因為如果要固定他的這個床的話 他的軌道是會影響到 我們其他輪椅族的使用 他不需要軌道 過去一年四個月 你們怎麼固定的 我們沒有固定 我就讓他害了害你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安全上的考驗 過去一年四個月 不是說沒有固定 對 因為他那個帶子沒辦法固定 他上面也有 他那個帶子沒辦法固定 他不是會 所以 每次機能固定過 你們社會局 真的是了不起 就要講說 我們的設備沒辦法固定 固定了 就不能服務做倫理的 所以我做的決定 這種我就不知道 那這樣 不是因為我想 從國外到台灣 所有的復康法式 他都是以存在有引毒 那其實對於這種 病人 這樣的病人 其實他不是富康 他能夠提供服務的對象 要這樣子做說明 那他怎麼辦 那其實他的部分 我們也做過內部的討論 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建議用 他可以再加息的方式 或者是說 我們用其他替代的補助方式 給他做交通上面 我必須承重講 如果我們台南市政府 是以自己的方便 來思考你們的施政的話 你們沒有資格叫健康城市 你們沒有資格叫服務弱勢的都市 你們 問題太簡單了 別的都市沒有了 我固定那個輪椅可能會影響 我固定了 可能有問題 所以我就不要給你服務 我給你錢 你給你錢 我給你錢 補助你一點點 讓你自己解決 這樣太好做了吧 那你說其他縣市沒有 他過去一年四個月 使用護安法式 確實有使用 那你現在停掉他的這項服務 結果理由是 你自己無法處理這樣 所以我就停掉了 那過去一年四個月 全部都回歸使用 那國外都服務輪椅足的 都沒有 國外對這種全身貪患的服務 還有更好的 你為什麼不講 只有你知道 國外可以吃飯 都不知道 整個跟你最厲害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坐輪椅沒問題 我們也不服務 那這個不方便 我們不服務 那他們就是不方便 才需要你們的存在 結果因為不方便 我就不服務了 然後我給你一點錢 你自己想辦法解決 這樣我不懂了 我們還要社會去幹什麼 那你也確實在了一年四個月 而這樣全身貪患的個案 其實 是最需要幫助 也許量不多 但他不會哀 也不會出聲 只要說白癡 那倒票 我出去倒票 我們這樣就把它放棄掉 你們有沒有去研究說 你們富庵巴士怎麼樣去做這樣的處理 有沒有辦法繼續服務 然後把設備做好來 然後你說裝了軌道 就不能裝輪椅 那如果裝了軌道可以載輪椅的話 誰要負責的 秀戶車有軌道也可以載輪椅 也可以載單架床 社會局的車子裝了軌道 就只能載輪椅 不能載當駕床 載了當駕床就不能載輪椅 你說這是傍男的 理由我來報告 那軌道要載輪椅 在這裡可以做 每一次都要用的 它是可以外加的 我說那專業方式 讓你們去出客 我說如果可以裝軌道 又可以載輪椅的時候 那誰要負責 你們找了一個理由 就停止對家人的服務 我們這個科叫什麼科 公務員方便科還是身心障礙科 所以你們現在決定就是不載就對了 許科長 坦白說 我們現行的設備是有困難 醫院剛剛提示的 我們會去找專業的 測量和雙公司來研究看看 可以進 你要研究多久 可以進多久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怎麼這麼多 你們過去半年在幹嘛 要活了 過去一年四個月 你在幹嘛 過去一年四個月 你是課長的 你有沒有良心啊 拍折我們就賣折 拍虎虎我們就賣虎虎 所以我是覺得 我今天只創作這個問題 後面還有很多 我們可以慢慢來討論 我們這科到底要做什麼 今天我為這個名字都在這裡 我們看到一個事實就是 這個人 軍中服役之後 28年癱瘓到現在 過去一年四個月 富康巴士載他 現在突然間醒了 說我們富康巴士載這太危險 不行 然後呢 現在告訴大家 找人來研究一下 車子怎麼改裝方便 可是在今天之前 你說的是 我們的車安裝 載你不方便 不安全 所以我可以幫你載 如果因為你們不方便 因為你們有安全的顧慮 我都不載你了 那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科的存在意義在哪裡 你們應該早就要研究 我怎麼繼續這個航母 我怎麼樣改裝車輛 可以達到雙贏 沒有啊 我怎麼賣男朋友就好啊 因為他不會哀 那社會局應該是整個 市政府最服務弱勢的單位 這麼強勢 然後 一國兩制收費的問題 也過了半年多了 現在要簽的是 大家要收錢 收三個月 我是覺得 預約制的部分 我們倒是可以體諒 禮拜六百年不要休息 但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這樣處理的話 有什麼事情沒說 我們 我們 朝鮮行 全國 全國也是 弱勢團體 雙東五名 要領得這樣子的人 可以默示這樣的事情 我倒是請 申請團體 過兩天來社會局 好好給你們請來一下 看你們這邊要怎麼用 所以 這個 各位媒體平衡 我是覺得 出彎巴士現在停在外面 我們 許豐銘以前坐過這台車 你們坐過 出彎巴士坐 這太多了 一個禮拜坐三趟 一個禮拜坐三趟 做了一年四個月 如果現在載程方式是不安全的 請你們研究出安全的方式提供服務 不是說國外沒有載 我們家庭我就不服務了 如果這樣我就不在的話 醫療說維生團體的話 請就好 我們這科的解散就好 載了一年四個月 我一直瞧到這一點 那 本期在這邊我也會聯絡 我們市議會所議員 如果 我們這個科 對弱勢團體 是採取這種服務態度的話 我們在這一設定期會 馬上就要開了 我們就好好研究一下 你們這科到底存備了 有沒有必要 那 這麼好做事 你幾下就把我的服務 那你就專業 光鮮亮麗 喝哈喝酒 你就繼續做你的科長 你就繼續做你的科長 看你的專業可以維持多久 你的專業 誰在找他叫誰 我們 大家告訴我們 我應該怎麼做 我推上去看看 那該怎麼改善你去研究 那如果研究到最後 還是不給他做 我尊重你們 我尊重你們這個社會局 那你看台南市 你會不會尊重你們這樣做吧 不能這樣做 那會不會 那你應該過來吃什麼 額 議員啊 各位 神經,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那我想 在這裡 剛剛有這三個問題 那我想 社會局這邊 今天 陪同那個科長 那我這邊也 必須回應一下 那有關於 兩邊,所有標準不一的部分 我想是這樣子 今天的一個記者會 也是代表名義的一個 發生 那这样子的一个发生我想我们也听到 那回去之后我想刚刚谈的应该是所谓合并之后 我们如何继续把福利做到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说能够延续原来台南县的一个方式 让县市能够有同一个标准 这个部分我们回来也好好研究 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一个财政状况 那重要的是说今天这样子的名义出来 那我们有听到 那回去我们会向相关长官报告来好好研究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所谓假日 这个紧急摊牌的这个问题 派车的问题 我想除了礼拜一到礼拜五以外 那另外礼拜六礼拜天目前应该是用所谓直击的方式 那不管怎么样总是服务 我想应该不能间断 因为如果万一真的有紧急状况的话 那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一样相关的机制回去我们来研定 那最后等一下我想也一样回去看所谓福康巴士的实体 那这个部分所谓安全的一个设备装置 那这个部分一样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那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安全设备 的确是有这样子的需要 那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